在寻求可持续工艺开发的过程中 从发酵液中提取生物丁醇 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其低浓度和高能耗醇化技术的阻碍 然而 最近一项提为能源目标 对高级生物丁醇分离可持续性的关键影响的研究 提供了有前景的解决方案 该研究由布鲁塞尔弗里杰大学化学工程系的研究人员 与南丹麦大学合作进行 深入研究了一种使用 双注费时工艺的创新吸附分离方法 通过利用ASPEN PLUS模拟和PINT技术 该团队显著降低了供暖能源需求和整体能源需求 此外 多压蒸馏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进一步削减了加热能耗 该研究的生命周期评估显示 环境影响大幅减少 凸显了能源目标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 这些发现不仅彻底改变了生物丁纯的分离工艺 而且对更广泛的生物燃料和生物化学行业也具有影响 您可以在生物燃料研究杂志期刊网站上免费获取全文